三大亮點完美出擊 就在MOD 317 民視 好 國民黨的前主席洪壽柱呢 是不是又失言了 在請教總理之前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洪壽柱 他在臉書上PO了這段話 他說呢 他在結束青年發展論壇之後 他到了新疆來參訪 那他說這幾年新疆一直被西方的國家 當作是質疑中國人權問題的題材之一 唯有親自走一趟 才知道這個現場的狀況是怎麼樣 他說這個新疆的社會 和諧又歡樂 多元又包容 那在接受中國媒體的訪問的時候 他又說啦 美國啦 還有西方啊 很多的栽贓跟謊言啦 最終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不願意看到中國崛起 試圖要來破壞團結 我請教一下總理喔 這個新疆的狀況真的如同住住節講的 和諧歡樂多元又包容嗎 真的有這麼和樂融融嗎 我覺得這個洪秀柱的這個言論啊 其實這幾天我這樣看下來就是說 那個中國這個民運人士王丹 他的形容是最貼切 王丹怎麼說 王丹說 他說只有無恥可以形容 這個洪秀柱的言論 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新疆的這個種族滅絕的議題啊 其實這已經是全球認證的 而且是經由 包含說聯合國 然後很多的所謂被政府組NGO 實際上去對於中國 對新疆的這些種族滅絕的迫害 其實都有非常多的證據 甚至包含從這個新疆裡面 在逃出來的許許多多的難民等等 他們其實在不管是在歐洲 或是亞洲各地的難民 其實都親身在作證說 中國如何破壞 這是這個是這也就是說這是事實 新疆人遭受到迫害是一件事實 對於遭受迫害這些事實 你非但沒有給予這些受害者 給予最大的安慰 你反而在為這個壓迫者 在幫他們說話 然後說這個都是西方人的這個栽贓 然後說這個目前的西方社會 目前的新疆 不是充滿了和諧歡樂等等 我說為什麼可以睜眼說瞎話 就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這個某種程度 第一個凸顯的洪秀柱本人 我覺得真的是斯德哥爾某症候群 他自己的父親 他的父子輩 他其實過去 他們也曾經在這個二二八事件裡面 也曾經遭受到國民黨迫害 那這個可能就是目前 你看到說他對於中國 竟然是這樣的一個看法 那你會覺得說 到底是什麼樣的心態 那某種程度就凸顯出國民黨 那道理國民黨 現在一直在講是說親美河中 然後洪秀柱在說西方社會 美國這些國家很西方 不願意看到中國崛起等等 在幫這個中國在說話 然後對於美國又是另外一個態度 所以你的親美河中 我就倒是很好奇說國民黨洪秀柱 如果作為國民黨的高層 國民黨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來說的話 那他到底是反映出國民黨的態度 還是他個人態度 或者是說這樣的個人態度 凸顯出說國民黨 這樣一個政黨是不是就符合了 過去很多的文獻上面所討論到 國民黨是做一個法西斯的政黨 一個右派的法西斯政黨 對於許許多多 我們所謂普世價值 這件事情 你是完全沒有放在心裡面 那一樣我們剛剛前面一段節目 都一直在討論說選舉 地方選舉問題 地方選舉問題 難道就他一樣會回歸到說 那選民同樣會去檢視 國民黨的這個候選人 你的立場是什麼 民進黨的候選人 你的立場 很多是來自於普世價值的立場 你對於新疆的這個受到迫害的人權 紀錄適用這種態度的時候 我想選民一定會把國民黨 逐漸把他淘汰掉了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另外很重要的部分 談到這個新疆議題的時候 其實今天我們在談到新疆議題 其實也有看到說包含聯合國的這個人權 有一個人權特別報告的這個專員 他們其實在幫這個中國擦肢抹粉這個動作 那當然我覺得說這個所謂的聯合國的這個人權特別報告員 他其實當然不是所謂 他是一個獨立 他是一個獨立機關 是那獨立機關獨立的個體 他在做這個所謂人權報告 可是聘請的這個專員 其實收受了這個中國的賄賂 收受中國的金錢 然後遭受到這個NGO來揭露 所以所以這個事情 我覺得包含說 對於新疆的種種的一些是市政 目前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最近這幾天 那包含英國BBC 也是披露出新疆人權受到壓迫的情況 你可以看到從小到十幾歲的老到七十幾歲的都一樣被關押 被壓迫的情況 這些情況 我覺得這麼嚴重的情況之下 洪秀柱還敢稱讚說 中國做得好棒棒 中國這個新疆是充滿和諧歡樂 我覺得就真的是真言說瞎話 新疆的狀況 今天就連這個德國的總理燒姿 他都說了 他說中國對待新疆維吾爾族的方式 這對人權的迫害 世界都不應該忽視這樣子侵犯人權的行為 翟哥 祝祝姐眼光裡面 他看到的新疆跟我們是不一樣的嗎 那個紅袖條他說 日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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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我們臺灣人投給小英爺八百十七萬票 是不用腦筋的人 結果他反過來說 這個在剛才總理說得很好 因為這個新疆的事不是今年才發生 這已經是延續 延續長期以來的 尤其是四年來 他就定義 定義把新疆維吾爾 一百萬人的那種勞改營 全世界都已經說得很清楚 但是紅袖條 你真的是 因為人家投入一種兵 民族主義信金兵 這就沒救了 紅袖條就是中華民族信金兵 所以中國共產黨 習近平說 中華民族為台負貞 所以如果中華民族為台負貞 所有都是信金兵 他們都可以 這種信金兵在台灣很多 劉曉公也是 拜登說 如果中國共產黨打台灣 他會去信錄我們的義務會來軍事 就是這樣說怎麼說 不會再學你選擇 新金兵 如果美國總統代表是 他們整個這句話就所有的軍方 三軍 五軍都已經聽清楚了 只要中國共產黨 那種 發動攻擊台灣 那就是違憑到阿台的安全負責 所以影響到美國 所以他們會出兵 一樣 我們現在在強調是一種價錢 民族是一種價錢 紅袖條你在台灣 你做過 你看他副議長 是 你老爸受到中國國民黨的打壓 我相信什麼叫民族 你會很清楚 但是新港的事件 還是說包括這個突破的事件 或是包括你的中國共產黨 他2019年開始對香港人的所有頂尾的問題 你完全都是站在我們台灣民主 政治 民間政治的對立 民 你在替中國共產黨說這些豪小的事 我相信我們台灣人會很清楚 一樣 要回頭回來台灣人要去思考 我們臺灣內部有這種主張 中央一家親 有主張說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些人都是參加紅袖條 同一群人 來 這個剛才講到這個洪秀柱 他過去當過的是國民黨的主席 這個秦姐 國民黨有要為洪秀柱 講的這些話來背書嗎 秦姐 洪秀柱 他現在在國民黨裡 沒有任何的黨支 他就是一個一般的黨員 那他的一些想法 比較統 就是兩岸主張要統一 秦姐可以接受嗎 他講新疆這樣和樂融融 多元又包容 我想他的很多言論 跟國民黨的主流民意不一樣 比方說國民黨是一中各表 他那時候選總統的時候 說要一中同表 現在大家罵朱立倫 把洪秀柱換下來 其實都是有一些原因跟時空背景 所以洪秀柱他的言論 我們尊重 但是國民黨 就在MOD507民視新聞 就在MOD507民視新聞 兼守